女孩的双手被变态捆住 接下来她还要把塑料袋套在女孩的头上 对于变态而言 女孩越痛苦越窒息 她就越兴奋越享受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在几天后 女孩的尸体被人发现在海滩上 她浑身赤裸 被人抛尸到海边 经法医核验 她除了满身伤痕外 还被人残忍地割去了双唇 捡她运的比尔很快来到现场 在和警方讨论案情时 法医表示自己认识女孩 女孩名叫莫妮卡 她和自己的孩子太一是好朋友 两人年纪差不多大 便一起出去玩 夜店更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莫妮卡不学无术 可她的母亲 却是闻名于当地的法官海伦娜 当看到女儿凄惨无比的死状后 海伦娜忍痛签完字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 海伦娜突然想起 自己的女儿曾有一次 直到半夜才回来 而且孩子那时声音哽咽 任谁看都知道有情况 可海伦娜自己却忙于工作 没有过多的关心女儿 可如今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与此同时 检察官比尔正在查找相似案情资料 结果正如她所料 在几年前就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被害人同样是让割去了双唇 只是凶手是对方的未婚夫 男人虽被抓捕 可现在是保释期 既然如此 便不能排除她的嫌疑 接下来 警方便拜访了男人 并将莫妮卡的照片递给了她 男人连忙失口辅任 她甚至拿出自己当年的求婚戒指 男人声称未婚妻也并非她下了毒手 可就在这时 搜索线索的警察在男人家里 发现一件带血的T恤衫 这似乎做失了男人的罪行 他更是因为想要逃跑 而被直接逮捕 男人被交给比尔审问 不过在开始问询前 他请比尔给自己倒杯水 这个合理的请求 让比尔没有多想 可就在他要去倒水的功夫 男人竟直接跳窗 选择了死亡 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可比尔却觉得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是凶手往往不会把物证放到家中 二是物证上面 并没有对方的指纹 谁称相 比尔的上司 让他就这样结案 凶手说什么也得是为罪自杀 于是 该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女孩莫妮卡的葬礼 也照常举行 莫妮卡生前并不幸福 即便她的父亲是一位律师 母亲是一位法官 莫妮卡非常清楚 自己的父母早已是形同陌路 就差距离离婚证了 这也让莫妮卡破罐子破摔 混迹夜店 嗑药 喝酒 都是小事情 性格叛逆乖张 更是成了她的名片 可她就算是有万种不好 对于海伦娜来说 莫妮卡始终是自己的女儿 更何况 她也没做杀人放火的事情 打着天启 海伦娜的状态变得极差 整日已久度日 借酒消愁不说 更是要大半夜跑去海里 要随女儿去 好在有丈夫在 把她救了回来 不过在一番折腾后 海伦娜仿佛打通了神经 她疯了一般 在家里翻箱倒柜 目的是为了找到 女儿戴在手上的红宝石戒指 她平常都把戒指戴到手上 可这次却没有找到 就在海伦有所怀疑的时候 比尔登门拜访 她跟海伦娜聊起了戒指的事情 或许 这能帮助他们找到突破口 当第二天来临后 海伦娜听到 丈夫和一个陌生人通话 没多久 丈夫便出门离去 海伦娜则悄悄跟在身后 直到丈夫来到一处郊外的别墅去 可就在她要上前查看时 一只突如其来的大狗 将她吓了回去 海伦娜虽然没有成功 可她已经记住了这个地址 通过自己的法官权限 海伦娜成功查到了别墅的主人 只是这个名字 让海伦娜禁入寒蝉 因为对方是当地的帮派老大卡扎 她想不通 丈夫为什么会和这种人有来往 就在此刻 海伦娜发现了丈夫留下的右盘 至于密码也很好猜 那是女儿的名字莫妮卡 海伦娜这才知道 作为律师的丈夫 早就开始为帮派卖命 她通过运作空客公司 来为帮派谋取利益 海伦娜将自己的发现 第一时间告诉比尔 此刻的她更加认为 女儿的死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紧接着 海伦娜带比尔 来到了家里女儿的房间 在一番地毯式搜索后 找到了一小包面粉 两人在上面 找到了别人的指纹 便有了新的突破方向 指纹是女孩生前一个男朋友的 比尔很快就按照线索 来到了男人的住所 给她开门的是对方的妹妹 不过她告诉比尔 自己的哥哥已经失踪了一段时间 这让比尔若有所思 她什么都没有说就离开了 实际上 比尔并没有新妹妹的鬼话 她准备守住带兔 事情正朝她预料的方向发展 妹妹出门开车前往某地 她和另外两个警察 便偷偷跟了上去 妹妹来到了一处海边的废弃楼房 跟随到这里的比尔 见到了对方的哥哥 尽管男人拿枪指着她 可比尔依旧在劝说男人 生路在哪里 可就在这时 同比尔一起来的两个警察 直接将男人击毙 这让她辛辛苦苦找到了线索宣告破灭 返回单位后 上司好好的斥责了比尔一番 并让她下个月拿东西走人 海伦娜这里 这天晚上 她来到女儿曾工作的夜店做调查 才几杯下肚 就有一个妹子走过来 提醒海伦娜 千万不要喝这里的酒 她请求海伦娜 赶紧撤离这里 直到此刻 海伦娜才有所察觉 这夜店背后的老板 就是卡扎 妹子让海伦娜留下外套 然后赶紧去卫生间 这样就能从那边的窗户逃出去 就在这时 海伦娜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很有可能是因为 她刚刚喝的酒里 被人下了药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 海伦娜还是强打精神 来到了卫生间 可下一秒 撞门声便充斥在海伦娜耳旁 她用尽力气跳到了窗外 可那几个夜店的大汉 正朝她追来 海伦娜的状态 变得愈加糟糕 她此时已经不能正常走路了 捡起掉在地上的钥匙后 海伦娜终究是比那些人快一步上了车 当车子启动的那一刻 她就暂时安全了 接下来 海伦娜如同喝了假酒一般 摇摇晃晃的驾车行驶在路上 最终 海伦娜凭借自己最后一点意识 将车和人完整地带到了警察局 尽管最后撞上了警察的车子 第二天 海伦娜对昨晚经理感到后怕 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 她选择和丈夫摊牌 在海伦娜的认知里 女儿出事 一定和卡扎的帮派有关 丈夫见妻子如此决绝 便知道一切都瞒不下去了 于是 她选择告诉妻子真相 丈夫表示 在女儿出事的几天前 曾向她寻求帮助 因为此刻的女儿 已经摆脱不了卡扎了 原来 女儿之前看上的那个男友 就是卡扎的人 老大吃肉 她跟着喝点汤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卡扎竟然也看上了莫妮卡 至于男友 她已经决定 为卡扎老大赴汤导火 便把莫妮卡作为礼物 交给了老大 她让自己的女友 换上了性感的服饰 期盼着老大卡扎的赏光 这人压根就没有想过 以残酷变态 著称的卡扎 将会怎样折磨莫妮卡 很快 卡扎便见到了莫妮卡 她将对方双手反绑 并把塑料袋套在女孩头上 卡扎此人 最喜欢从折磨人中 寻找快感和满足 有一次 她甚至当着大火的面 对一个背叛自己的手下施加酷刑 急应声声割下了对方的嘴唇 莫妮卡被卡扎残暴的行径给吓住 她生怕对方哪天不开心了 便要来折磨自己 这让莫妮卡决定 跟他们划清界限 很快 她就来到了警局 并将自己所知道和看到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对面的警察 只是令莫妮卡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眼前的这位政府人员 却已经在暗地里为卡扎做事 在听完莫妮卡的陈述后 警察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而后 她就将电话递给了莫妮卡 到了这会儿 莫妮卡已经非常清楚 自己逃不出卡扎的手掌心了 因为电话那头 正是卡扎的声音 就这样 莫妮卡再度被送回了卡扎的别墅 卡扎犹如一个胜利的君王 看着自己的势而复得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会知道 晚上 莫妮卡艰难地回到了家中 可此刻的她 双腿已经不能再走路 出了这么大的变故 忙于工作的母亲 依然没有察觉到 女儿这时的不对劲 当浴室的喷口打开的瞬间 女孩才敢在喷水的声音中哭出来 很快鲜血便顺着水流 从女孩的双腿处流下 此时的莫妮卡 已经没有了任何办法 她只好来找自己的父亲寻求帮助 可父亲却告诉她 早在一个月前 卡扎就用莫妮卡的裸照 来让父亲配合她做事 倘若不从 卡扎便会让莫妮卡生不如死 这也是父亲为何给卡扎做事的原因 她想尽自己的力量 来保护女儿 谁承想 即便如此 卡扎依然对莫妮卡 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父亲深知卡扎强大的势力 于是 她让莫妮卡想办法躲起来 躲藏到一个连她都找不到的地方去 至于生计问题 她将会给购女儿足够多的钱 在这样的嘱托下 父亲认为 女儿会平安无事 但命运依旧没有放过莫妮卡 父女在见面时 一是阴阳两隔 事发之后 父亲找到了卡扎 可卡扎并不承认 这些事是自己做的 而且 她还威胁父亲 倘若让这件事继续发酵 她的下一个目标 就会是海伦娜 回忆完过去后 海伦娜的丈夫下定了决心 她把U盘给了妻子 哪怕这次会丢掉她的一切 她也要向卡扎发起反击 只是她依旧在感慨 自己不认识值得信赖的检察官 帮不上太多的忙 可海伦娜却表示 自己认识一位 就这样 有了充足证据的比尔 昂首挺凶 气势如红般敲响了上司的门 并将这决定性证据 放置到对方眼前 既然如此 上司也全力配合比尔 没过多久 那些武装起来的警察 便包围了别墅 他们轻松地干掉了卡扎的保镖 也将卡扎逮捕归案 在卡扎的别墅里 众人看到了他那花样繁多的刑具 可想而知 有多少女孩 受到过他非人的虐待 不过 比尔并没有忘记另一个人 那就是被卡扎腐蚀掉的警察 从今天开始 这人的好日子就算是到头了 不过 卡扎在看到警察被抓后 便知道这次在劫难逃 不过他早有准备 卡扎的准备工作 加大了警方的搜查难度 他们查了一天都没有找到 卡扎杀人的证据 就连夜店 警方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这下反而不好弄了 倘若警方最终 还是找不到对方的杀人证据 那只能从经济犯罪方面 给卡扎定罪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可警方还是一无所获 比尔已经快要疯了 他焦虑地和别人讨论着案情 在一番讨论中 比尔猜想 东西可能就在他上脚的随身物品里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他立刻来到了监狱 果然是踏破铁鞋物密处 比尔从卡扎上脚的物品中 找到了一个手环装饰品 而这个物品 便足以给卡扎定罪 比尔找到了卡扎 并将手环的照片拿给了卡扎看 看到照片后 卡扎依旧在强装镇顶 但他自己也清楚 手环意味着什么 原来 卡扎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喜好 他每杀一个人 就要割下对方的嘴唇 然后再做成手环戴在身上 经有关部门和验 这个手环上面 有六七个人的DNA 正是卡扎这个变态的嗜好 完成了让他定罪扶法的最后一环 在铁正如山之下 卡扎被戴上镣铐 他即将面对着的是法律的惩戒 而那个混入警局的败垒 也在家中被击杀 到头来 一切黑夜势力都被绳之以法 这件事彻底结束了 不过有一点却很奇怪 在那个有六七人DNA的手环上 并没有检测出莫妮卡的DNA 比尔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他看来 应该是卡扎还没来得及编入手环 随后 比尔问海伦娜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海伦娜表示 自己将会应老友的邀请 同对方前往郊外 周末散心 他不能一直活在失去女儿的记忆里 比尔告诉海伦娜 自己将要去看望一下好久没见的女儿 两人就此分别 随后 海伦娜和好友来到了郊外 此人正是为莫妮卡做事件的法医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只不过 是为了不让儿女们难堪 双方才没有将这件事公布出来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郊外的一座小屋子 这里远离人群 很适合治疗心灵创伤 不过令莫妮卡没有想到的是 卡一的儿子太一也在这里 即便有些尴尬 但海伦娜并不介意这些 于是 他们三人一起吃了顿饭 可这顿饭对于太一来说 吃得非常不舒服 他对父亲表示 应该把一些事情告诉海伦娜 说完便离席而去 法医没有接儿子的话查 他告诉海伦娜 自己的儿子 只是在思念去世的母亲 海伦娜没有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 他表示理解孩子的想法 另外一边 比尔来到汽车加油站加油 有些无所事事的他 便注意到一个正在抽烟的工作人员 那人也看到了比尔在注视自己 他连忙把手藏到背后 女人下意识地举动 让比尔突然间想到了一些事 在之前去法医家里问事件情况时 他见到了对方的儿子 那个男孩还跟比尔打了招呼 可在那时 对方也做了一个缩手的动作 他手里拿着的正是莫妮卡的红宝石戒指 比尔想起 海伦娜曾经告诉过自己 那戒指是他们家祖传的 比尔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他果断掉头返回 一边踩油门加速 一边给海伦娜打去电话 可他怎么打 也打不通这个电话 另一边 海伦娜正在卫生间刷牙 他很快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卫生间里 居然摆放着三把牙刷 莫非这里还有一个人驱逐 海伦娜依旧没有多想 直到他发现 放在桌上的红宝石戒指 这让海伦娜 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 因为自己的女儿 是从来不会摘掉戒指的 突然间 法医出现在门口 海伦娜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让法医为他叫一辆出租车 因为家里突然有及时需要处理 法医没有说什么 便出去打电话 而后海伦娜赶紧收拾行李 没多久 法医便过来告诉对方 出租车很快就到 两人相互拥抱告别 可就在这时 法医突然将麻醉药 注射进海伦娜体内 一段时间后 海伦娜苏醒了过来 她注意到自己被绑在地下室的椅子上 可她并不甘心就此军服 于是 海伦娜努力地摇动椅子把手 很快 海伦娜的一只手便挣脱了出来 接下来 她耗费了全部的力量 让自己能够拿到 放在桌子上的美工刀 在恢复自由身后 海伦娜拿着小刀离开地下室 向楼上走去 她的那位好友 早就在一旁持枪等候 见海伦娜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选择不再逃避 而是将所有的事情 告诉海伦娜 原来 莫妮卡找到了好友太医 希望对方 能帮自己找一个藏身之所 太医答应了莫妮卡 便将对方带到了郊外的这座小屋 莫妮卡以为 自己终于能摆脱梦魇 谁又能想到 这个梦魇就在她的身边 太医早就对莫妮卡 有着非分之想 见现在大好时机 没有人能约束自己 太医便要强暴莫妮卡 女孩的百般抵抗 更是激怒了太医 她不明白 对方为何不能接受自己 愤怒的太医 将女孩的头狠狠砸向地板 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莫妮卡在头部数次被敲击中 丧失了性命 事后 太医本想去自首 可她的父亲却拦住了她 很快 身为法医的太医父亲 便想到了栽赃嫁祸的法子 她知道过去有个割嘴臣的案子 恰好凶手才刚被保释出来 于是 她便开始模仿对方的作案手法 将莫妮卡的双唇各去 还将那件沾染血迹的地区衫 放到那人家中 一开始 警方也正如自己所料那样 将之前的凶手缉拿归案 可后来 事情正在渐渐变化 他们迟早会被发现 与此同时 比尔正在飞速前往郊外 当她刚刚赶到后 却听到了一声枪响 她本以为海伦娜是凶多吉少 当来到屋里时 她却发现 海伦娜黯然无恙 至于那位法医 已经开枪自我了断 比尔劝海伦娜离开这里 而对方在离开前 拿走了桌上的红宝石戒指 海伦娜问比尔 为何又再次返回了这里 比尔解释 因为卡扎无论如何都不承认 自己杀害了莫妮卡 她便觉得是有蹊跷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 那位犯下罪行的太医 主动来到警局 她将自己的所作所为 全部告诉了警方 而她之所以会来自首 则是因为她一直满怀愧疚 海伦娜之所以能发现戒指 正是自己故意放到桌上 来让对方发现真相 在故事的最后 比尔终于空出了时间看女儿 而她女儿的名字 恰好就叫莫妮卡 影片到此结束 电影《红色罪恶》是一部波兰电影 它同很多东欧电影一样 拥有一种洒脱不羁的创作风格 但另一方面 破败、肃杀、绝望 又是东欧作品中常见的元素 这不自然也毫不例外 一个女孩受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影响 走向了堕落和沉沦 她舍弃了自己未来 也抛却了光明和值得去认识的人 因此帮派、犯罪、流氓 便一个个盯上了她 她并非命运不好 遇人不输 而是打一开始 女孩就没有走到正道上 那么等待着她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屈辱 和死亡前来临的解脱 她的一生 便诠释了这个社会黑暗一角的残酷性 可昭示如此 这个社会依旧拥有光明的力量 影片主要刻画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女孩的母亲 另一个是一位当地的检察院人员 母亲在得知女儿的死讯后 她没有被任何不法力量屈服 即便自己被困于地下室 她都要奋力一搏 这也是母女两人性格上最大的不同 母亲从不会像女儿那样逆来顺受 她只会选择去奋战到底 只可惜 母亲没有把这一点交给女儿 另一位是当地的检察院人员比尔 比尔上有领导及匆匆结案 下游黑恶势力无比猖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仍然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线索 给这些黑恶势力最大的惩戒 同时她也能注意到细节的事物 这对一个办案人员而言 是弥足珍贵的品质 正因如此 在双方的联合下 这些黑恶分子才能被绳之一发 女孩遭受的屈辱 方才能被洗刷 善悦都充斥在社会的异角 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追逐光明 不去选择自我沉沦 不去选择自我沉沦